你们好,我是美国南卡房产代理政洁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你们如果来南卡买房 你跟代理接触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第一份要签的是什么文件 那第一份文件代理应该向你展示的是说 经纪公司的业务关系揭露 那这个根据法律是必须要向买家展示的第一份文件 它不是一个文件说签约代理人啊什么的 它要告诉你的说 你跟这个代理接触的时候 其实你们发生的业务关系 是跟它背后所代表的经纪公司 所产生的这个业务关系 那通常来讲 如果你们之后没有再签任何的代理协议的话 那你只能是一个顾客 那必须要签了一个书面的代理协议 你才能够升级为客户 升级为客户之后呢 他对你就有更高的职责要求 比如说要对你的事情要保密啊 比如说他要忠诚于你啊 他要服从于你啊 还有他要帮你记账啊 他要用他的专业知识去保护你的利益啊 最大限度的保护的时候 你们必须要签这个代理协议 那很多华人在讲到签东西的时候 好像是谈虎色变 觉得说很麻烦啊 会不会签一个生死期 其实在这边 他是保护消费者协议的 签的一些文件都是一个统一的 这个commission 他签的这一些常规文件 是在保护你们买家利益的 所以不要觉得说是像谈虎色变一样 那换句话说 接下来之后 如果你跟对方签了一个代理协议的话 那通常来讲 如果你不跟这个代理在做下去的时候 你只需要提前的跟他说一下说 我不想跟你继续做了 他就有责任要把你给放走掉 所以这个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小小的事情 我的电话是803553 6902 非常喜欢跟大家聊一下难卡房产的事情 不管是住宅还是商业 如果你们有其他问题的话 欢迎咨询 谢谢大家